冯小刚就憨非要让女明星跳舞助兴,陈道明看不惯很生气。 最近几个月来,崔勇一元和冯小刚的私逼大战一浪高过一浪,包括崔勇一元在内的很多明星对冯小刚的为人口诛笔伐,讲真,冯小刚在做人方面很多都不及格,甚至有幸骚扰之嫌,不幸通过下面这个事情可见一斑。 2018年大年初一的时候,冯小刚、陈道明和葛优等明星在一起聚会。 吃完饭,这些男明星们一个一个喝得有些大了,说话嘴都有些不利索。 也许陈道明没有喝酒或者喝得很少,自告奋勇但起了钢琴。 你还别说,陈道明的钢琴扮得真不错,手法娴熟,一看就是经常练习。 旁边的著名歌唱家张燕,在陈道明的钢琴伴奏下,动情地唱起了冯小刚指导的影片《芳华》的主题曲《荣华》,只见张燕的穿戴有些古怪,身上好像穿着一个白色的围裙,就像一位保姆。 但是唱起歌曲《荣华》,既然感情真挚,歌声悠扬,旁边的一些明星不时鼓掌发出赞叹声。 等张燕唱完歌曲,这时候冯小刚提议说,不如让《芳华》的女主角苗苗给大家跳一段舞蹈》,冯小刚接着说,我为什么选苗苗当《芳华》女主角?让大家看一下。 冯小刚接着说,关键是要有合适的音乐。 但是冯小刚又犹豫了一下说,苗苗今天穿着高跟鞋,不方便。 这时候,陈道明说,首先苗苗苗作为一个演员,在这种场合跳舞是否合适? 第二,苗苗穿着高跟鞋,不便跳舞。 这时候旁边有人起哄说,跳就跳呗。 这句话立刻惹怒了陈道明,此刻的陈道明嘴上叼着烟卷,对着起哄的人卖了一句脏话,TMD你们没看过舞蹈啊? 这时候旁边来了一位明星,非要按住陈道明让他扮钢琴伴奏。 陈道明无奈,只好坐在钢琴椅子上准备伴奏。 就在众人喧哗争来争去的时候,葛优一直坐在楼梯上,一言不发,静观其变。 从葛优的这一个小小举动不难发现葛优的人品。 更难难可贵的是,后来苗苗真的跳舞了,但是葛优还是不时地提醒说,笔画笔画就行了别批下,差不多就行了并不时为苗苗的精彩表演嘶嘶撑。 葛优在娱乐圈一直以好人著称,这不仅表现在葛优的得意双膝上,更表现在各有为人处式的细节上,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的感受,总是顾及当时的氛围,不能做的事情坚决不能做。 也许在葛优看来,这一帮明星喝了一些酒,难免做出一些过分的举动,而在这个时候谁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理性和克制,谁的境界较高,谁的做人就本分些。 喝了酒的男人醉意朦胧,必让一位女明星在别人的家里翩翩起舞,与其说是欣赏,倒不如说是借着酒精发疯,这时候已经无所谓艺术了,只是因为借着酒精来发泄自己,这对艺术来说已经是一种亵渎。 更难堪的是,这对跳舞的女明星来说也是一种不尊重。 葛优管不住这帮哥们借着酒精要欣赏舞蹈艺术,但是葛优知道自己起码不能瞎气哄,这不符合自己的人品,更不符合自己的为人处事方式。 在该事件过程中,冯小刚的手一直压着女舞蹈明星的手,这样做确实有点过了,有幸骚扰之嫌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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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